冰骨关节炎 马丁骨科副主任医师 冰骨关节炎是冰骨和骨骨之间关节面炎症以及蜕变的一种表现 它的症状主要是疼痛 这种疼痛有一种特殊性 走平路时不疼 但是上下楼梯时会疼 因为在膝关节曲曲状态下 冰骨关节之间的压力非常高 在这种情况下 冰骨关节炎就会出现疼痛 我们可以通过磁共振检查 发现在冰骨和骨骨之间的关节面 有着明显的蜕变表现 并且关节腔内会有少量以及中量的基液 关节面下的骨质有着明显的蜕变 在治疗上 我们主要是针对其症状的治疗 可以做理疗以及口服非载体类抗炎药 以减轻患者局部的疼痛症状 第二我们可以通过减少病人的活动 特别是上下楼登山等活动 来逐渐缓解病人冰骨关节炎蜕变的情况 第三如果冰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 可以形成全息的关节炎 症状进一步加重 蜕变加速 最终可能需要关节置换手术来治疗 专家提示 1. 病骨关节炎是病骨和骨骨肩关节面炎症及蜕变的表现 症状是特殊性疼痛 2. 磁共振检查发现 病骨和骨骨肩关节面明显蜕变 现关节腔内有少量集中量基液 关节面下的骨质有明显的蜕变 3. 对症治疗 理疗及口服非灾体类抗炎药 缓解患者局部的疼痛症状 4. 减少上下楼 登山等活动 逐渐缓解病骨关节炎蜕变情况 5. 病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 形成全息关节炎 症状加重 蜕变加速 最终需关节置换手术治疗 1. 病骨关节炎